屏东牡丹水库已经负荷不了了 已经泄洪三天 豪雨也破坏了电力系统 牡丹香目前几乎都是全部停电的 至于在公路方面通往牡丹、旭海、东源三个村的屏199县 到现在都还没有抢通 另外比较危险的是高市跟中坚路 这两个部落不堪连续好几天的雨水冲刷 土地开始出现滑动的情况了 危机四伏 部落里面36位居民目前都安置在石门村的一间民宿 居民目前所在的地方是在牡丹香的牡丹水库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牡丹水库事实上在莫拉克台风 来的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开始泄洪 最近机有三天了 整个坝口所喷出来的不只是水 实际上强风豪雨所带来的也把整个泥沙 喷沙出来可以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场面十分转观 而这次莫拉克台风所带来强风豪雨 也为牡丹香带来前所未有的灾害 截至目前为止全乡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居民 无电可用 我们泄洪是实际在泄洪当中 因为我们怕的就是说我们还在 因为台风过后有吸引气流引进 贯穿牡丹香全乡的县道199县 路面多数就像这样滩县只能够单县通行 而到了20.5公里处山脉水含量饱和 将近20公尺的土石树木崩塌 阻段往东的牡丹村东元村还有旭海村 这里没办法上去没办法 这个路会掉了 就是我们牡丹西的那个流域 暴涨 尤其是在东原牡丹的农地 有百分之九十是淹没的状况 目前已经有两个部落 有土石滑动的迹象 最深山的高市部落已经安置了36个人 而计划可能千春的中间路部落 也已经安置到十门村的民间民宿 有没有被你担心自己的房子 当然是很担心 可是我们生命比较重要 莫拉克虽然走了 族人开始整理家园 但风势依然强劲 露树 街灯随时会造成危险 而牡丹水库持续泄洪 下游四重西旁的居民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也给你给了岛秀 屏东牡丹香惨不倒